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回到白宫 只是提着公事包的他 特警局随护指路要他往右转 拜登看了一下还是自顾自的跟着随护的方向直走 虽然最后还是到了门口 但这段疑似恍神画面让美国网友疯狂吐槽 有人问总统还好吗 为什么随护指路还能走错 甚至有大陆网友把走错路影片配上搞笑音乐 这段小插曲引起网络热议 不过原本该放假的拜登特别回到华府 其实是要办正事 周二参议院才通过1.2兆美元基础建设法案 拜登周三再下一程 民主党团仗着多数优势 又在参院以50比49通过3.5兆美元预算蓝图 为拜登的教育健保能源政策开路 不过拜登可能高兴不太起来 因为家丑再度外扬 而自杭特2019年性爱影片周二被媒体曝光 影片中杭特和应召女子谈心 竟然大方承认自己的笔电被俄罗斯要头偷走 这已经是杭特第三次弄丢 存着拜登敏感资料的笔电 让人担心总统公子会成为国安机密破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 按赞 工作室